这两个运动员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先由文家发球 文家上来打了一个很紫的 透了一个中路然后正手抢拉得分 文家和朱雨林应该是挺对路子的 对文家对朱雨林的球路还是打得比较舒服 比较喜欢打朱雨林这种风格的球路 对朱雨林属于那种把台能力很强 然后反手撕得很转 正手反手比较平均 但是相对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他的实力现在比较厚实 尤其是防守上他基本上在防守能力上 没有特别好的进攻能力的人 一般是拉不穿他的 打不动他 我们看了非常厚感觉 文家属于那种打球非常合理 正反手也是比较平均 但是陷入意识很强 对 2比2 小朱呢今年也是跟随中国乒乓队去了巴西 他是屁卡的替补 对 虽然没有上场 但是也是说4号主力吧 应该是 对 也是2020奥运会的重点人选 对 朱雨林这几年通过拼超 包括国际大赛成长还是比较快的 拼超他现在也是在单打方面是七胜一负还没很高 4比2 中复一起来跟文家加油 文家加油 加油 文家加油 从开局上看小朱 朱雨林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好球 反手拧拉之后四斜线得分 这三个球文家的得分都是从朱雨林的正手突破得分的 而且打的线路都非常的刁 对 因为朱雨林的把台基本上反手 从反手位的到正手的四分之三台 他护得非常好 对 从正手如果是直接打到正手他也有一把跟 但是如果再连续打上几本有可能是把他打穿了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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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比5 刚才朱雨林反手拧拉直线得分 出台了 好球 相持 手有点短 对 没接上力就是 3比6 开局文家不是那么的顺利 好 这其实对于聚龄来说是个机会球 还是出手他出手有点太凶了这球 正常他这个半身台盯得很紧 是的 像这种在国家队能打上五大逐地的 基本上漏洞就非常少了 对 而且在场上处理球很合理 凶肯关系掌握得很好 是的 而且小朱近几年成长得真是非常快 在锦标赛女端已经出了五连贯了 加油 加油 好 现在文家正手又得一分 6比5 5 8球 凡手拧了 这球合放点了 轻拧他这个球不一定是好的 这个时候文家训练的战胜胜 文家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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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宇玲 加油 加油 朱宇玲 朱宇玲是95年出生的运动员 其实从年龄上看 现在正是当打之年 对吧 速度上呢 感觉一开始的时候 感觉他的速度应该现在比文家要快 嗯 文家一开始落点打得会好一些 但是速度上 对 包括那几下发地上 还是稍微有点跟不上节奏 他发动还是要比文家快一些 对 抢先手的球比较多 嗯 高手发球 6比8 对于文家来说 一定要注意这个发球不能出台 对 一定要严密 尤其是跟最原则的 对 出台一旦被朱宇玲 第一板拔起来之后 后面的连接 朱宇玲衔接真是非常快 对 高手发球 这球也有点出台 对 文家刚才盯了一个扮出台 但是拉的质量不高 被朱宇玲反手上来 一板撕斜线得分 其实文家要扮出台的话 处理还是 这个球完全可以直接拉到正手 对 这个球自己已经发得比较好 他这弱点 包括位置发的 因为这个时候反拉都没拉有数 对吧 特别是女运动员 可能小竹还好点 他手感非常好 对对 包括他的头脑手感 这球擦网了 都是很出色 对 而且小竹这个勾手发球 真的对于左手来说 不是那么好接 不是很好接 右手反手过来 可以顺旋转拧一板 但是左手呢 好球 太快了 对 这样的话来到了朱宇玲的局点 6比10 文家其实开局 打的有几个球 打的还可以 但是从4比3之后没有咬住 对 11比6 朱宇玲拿下第一局 所以这个发球还是 对于勾手发球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 那时候朱宇玲出手还是有点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 拉得真的非常快 拉得出手真的很快 前点 基本上是上升前期一板拉球 这球也是他算好了 打球他算的还是很准 是的 冒了 其实我感觉文家摆短如果摆不住了 可以批批小猪的正手 从他小猪正手长久开始打起 包括或者是直接往他正手小三角 直接拿 对 扳猪台小三角也可以 这球机会 这是个机会球 还是有些犹豫 是的 应该是小猪今年开局 因为平常联赛和全国锦标算是挨着的 对 从全国锦标赛到平常联赛的开局都非常的顺 而且现在应该说正在气上 门家 挑了个板边 挑了板边 这球擦网了 这球擦网了 注意灵还是非常素质还是非常高的 对 裁判没可能没看清 对 这个球从我们角度上看有一点轻发了 对 轻轻刮了一下吧 对 勾手 这两板看似非常的平淡 但是其实都很重啊 我们从这角度看 他的摆短是个怒摆啊 而且你看还是文家第一板总是被朱玉玲控制 所有的球他都是 嗯 朱玉玲拉起来之后他才想反拉 就还是这种先手球要再多一些 是的 嗯 两个文家其实现在得分不能光靠朱玉玲的这种失误 还是要自己主动一些 嗯 这个摆短以前我们叫摆短后来我们叫嗯上了快摆 现在就是有一种新的说法就是他们叫堕摆 他们堕一把这个车 是 摆很转 对 非常快 非常转 本家 齐鲁交通 4比2 2比4 看看文家的方法 对 漂亮 小主 对 对 这种球输了都是 这种球必须要有 对对 这种球都是对的 哪怕这种球输了也一定要有几个 不然他一直对朱玉造成不了危险 对 我们其实可以从半颈头可以看出来 第二把这把撕的朱玉玲已经失位了有点 嗯 但是朱玉玲回的回位真的很快啊 反正摆短 高了 哦 漂亮 好球 朱玉玲所有的球算的还都是挺卷 对 他算的真的 跑那个点 嗯 基本上不多跑一步 对 还是对文家这场球朱玉玲看起来准备的很充分 是的 因为之前小旭我们赛前也在聊 文家其实挺喜欢打朱玉玲这个球的 对对 有好几次都是在比分上领先 对 然后被朱玉玲搬回去 嗯 所以朱玉玲这个上来第一局开始先发之人 对 通过几个球的变好门就能看出来 对 都是算着文家在打 好球 这个球有运气的成分 但是其实文家需要这样的进攻 对他这个战术是正确的 他一定要也要控制朱玉玲 他自己这边先上去 4比6看看文家的这两个发球 还是勾手 哎呦 这球扭了 这球扭了个短呢 真短还转 真的 真的 继续来加油 文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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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比7 现在文家还有一个发球 白短 这球不是好球 他已经拉了很多这种球 对 被朱玉玲反手敲回去了 快敲回去了 对 他可以直接拉到中间正手 他这个拉到反手绝对不是好球 是的 而且看看 醉玲这个反手稍微 敲的时候稍微带点摩擦 对 感觉很有数 好快 而且落点回得非常好 强点 全是强点 对 快白 还是算的比文家要多一把 要细一点感觉 文家现在在场上看起来 站住稍微有一些乱 就是他感觉可能每一个环节 他都得分一些 对 对 得分不是找不到得分点 摆猫了 哦 这个是 所以祝玲玲的反手 我感觉他反手位的这个拧拉 包括揭发球的拧拉 有点像男性选手 对 他拧拉可以拧出这种侧下选 还是被人家碰到 对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首先由文家来发球 看看刚才在周树森指导 在局中的时候跟文家 你看这局又发长子了 对 他一定要从长子突破 对 其实第一局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透了几个长子 牵制了一下 好球 好球 人家这局上来就加凶了 对 正如小旭所说的 这个球其实可以看说 朱宇玲摆完短之后 文家还是从他的中路先打起 对 因为中路毕竟中路长球 朱宇玲如果完全测不开身的话 也不是很好发力 有些有点擦网 但是 这球文家也是就 干脆就直接拧起来 形成上传 对 不要跟他从下旋打起 只要是不是很转的球 全部拧起来 拖了一板 拖了一板 拖得很平 这球就是有点像男主技巧 对 拖得又平又长 这时候你 不好往后拉手 对吧 你只能往上加转 撕一板 撕一板之后 又到了他的控制范围 对 你看他这球 赢的都是长折 对 三边 还是要拿好自己的发球 尽量自己的发球保持量 对 自己这两轮一定要把握好 就打回来了 好球 这两轮发球赢的都是一模一样 一个长的 是的 然后第二个都是对方一摆卵 他上去一摆反拉 文家 如果在自己的这两个发球轮上 保持不住对对方的压迫的话 换到朱宇玲的发球轮 真的 你看像这种球 这时候真应该直接赢走 对 还是文家稍微有点薄 我们看 对 他还是 他可能觉得批长 可能第一板朱宇玲 如果上去不是很高 他防守可能觉得自己相对更舒服一些 对 但朱宇玲你看发球变化 变化很多 现在也很多的 对 同样一个拉手的动作 可以发 勾手球 还有就是这种侧弦侧上侧下 对 因为他抛球时的动作都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让你很难判断 就像男子里面波尔有的时候 对对 他就是那个逆侧弦之后 抛起来之后也可以逆侧弦 也可以顺侧弦 对 临时 他也是根据站位 临时可以出手变化 是的 好 5比4 这个时候对文家是个讨厌 因为0比2落后 在这种相持的时候 自己发球的时候一定不能掉队 长的 又一个长的 好球 好球 三轮球每轮都发了一个长的 对 他这个球如果想赢的话 必须要有长球签字 对 三轮发球吧 都是一短一长 对 或者一长一短 起码不能让朱宇玲 站在那里很定 心很定的分音感 对 好 他这球拧的是好球 对对对 但是他可以完全低板拧的时候 位置稍微从中间偏正手一些 对 他这球还有偏反手 对 对 其实因为这个球 他是凑过身材过来拧的 对 可能拧直线比较困难一些 但是朱宇玲 其实拧的反手 这个球其实拧的质量挺高 对 他这个位置就可以 真的是我们所说的 拧的质量很高 但是朱宇玲 都有准备了 顾抬护得真的好 朱宇玲还是算球 算的还是比较准 对 但是朱宇玲 这个打法 他这个运动员 他自身的特色 他打球就是 属于手感好 然后算球比较准 好球 还是发长呢 刚才那个弹网 没有影响到文家 你看刚才那个弹网 其实文家是一根 顿了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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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球是很关键的一个球 对对对 如果打成7比6的后的话 就不好打了 好球 又是一本长的 对 文家是觉得上来 还是很清楚的 对对对 他也知道一定要从长的 开始打起 因为这几个长的 我们看从 第三轮发球轮的时候 发了一个反手长的 朱宇玲是侧身了 对 但是他那个球 文家还是比较坚定的算到了 正数反拉得分 嗯 盯的还是比较好的 还是继续拧 啊 冒高了 好球 对 有点运紧 打成这样 他就给朱宇玲 现在打得有些软了 是的 其实三方运动员 我们看打球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互相较劲 对 如果你发球轮 老是赢两个的话 对对方也是一个 那种压力 是吧 对 但朱宇玲刚才那个球 其实8比6的球 是一个完全的击破球 对 这球手感真好 真好 这球 难度很大 反拉 而且还直线 对 打算提10分家也笑了 嗯 9比7 还是长的 哦 这个长的发慢了 这个 对 这展示教育很好 北京队的周树森教练 叫了暂停 应该是七路交通队的教练 周树森以前是出自北京队 对 也当过新加坡队的教练 对 周树森当了很多年 北京队的教练 对 而且成的一份很好 对 因为在我打球的时候 周树森就是北京队的教练 绝对是资深的教练 对 后来现在是颜艳华 颜永 颜永华 对 其实这个时候叫个暂停是非常必要的 对 这个暂停叫得很及时 对 因为文家已经刚才发了一个长球了 这个球会变短 以正常运动员的 其实他这球 短时和思想来说会变短 对 勾一个反而短的 其实刚才那球也是好时的 对 然后再从长的开 是的 刚才那个球如果9比8 他不叫暂停 发短球必然会被朱宇玲看死 对吧 你一发短他反手看三分之二才拧你一把 拧起来之后 还是文家现在不是很好打 因为在相持当中 小猪要比较快一点 所以我感觉这个球 发个勾手还是要把指定发 加油 看看这个时候文家会怎么发这个球上来以后 对 如果10比8嘛 自己揭发球的时候可能心定一点 如果完全打了9平 见到朱宇玲发球的变化有很多 而且前面是两个副局 对 勾手 赚的 好球 这球是好球 好球 还是 他测身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着急了 感觉人气还是有点浮在上面 是的 这个球但其实可以说他已经算到了 对 他这个球上来明显就是他算得很好 对 准备得也很充分 反手撕完斜线紧跟着连一把 这把球真的是算到了 但是没有打到很可惜 9平 出台了这球 好球 往前 对 好球 好球 这两个出手还是很坚定的 对 其实我们看朱宇玲这个球 这球发的稍微有一些 将将出台 对 而且他是砸过来 挺砸过来的 对 但是文家这个球吧 他如果轻拉到朱宇玲 反手 朱宇玲快敲他那个球 他也很被动 很别扭 对 勾手 漂亮 这个超低空的反拉 这个是个高男子的反拉 对 超低空 对 这样文家11比9 拿下了第三局 这样比赛就非常好看了 对 其实这一局文家打得 还是比较成功的 对 在前三局 朱宇玲是2比1领先 这局由朱宇玲首先来发球 嗯 这个时候朱宇玲感觉啊 从一上来 稍微有点着急了 对 对 就不是那么定了 明显他也没有前两局出手凶了 你看这个文家 刚才那个半出台 其实拉得跟前面一样 但是他没有像前面前两局 反手这么坚定了 很快撕了 对 撕前点 哇 好球 文家加油 文家加油 这个球其实文家在战术上 打得还是挺成功的 对 就不过没想到 反拉应该重一些弱点了 对 朱宇玲跟的呼位还是很快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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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球也是有一点顶手的 对 判断上稍微有一些没有那么准确 因为他有个长的牵制嘛 对 他站位就是不可能像之前那样 上来 对 对 找得很好 嗯 这个球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啊 朱宇玲拉得还是非常聪明的啊 拖了两个转 对 完全的是一个拉球的动作 但是是把球给薅了一个 一点旋转都没有 对 勾手发球 好球 漂亮 这球拉得很帅 现在这个球打得就是 朱宇玲低板 他的正手直接上手 或者是反手上手的时候 都是掉下来比较多 对 然后文家反拉他 如果朱宇玲想摆脱这个局面的话 他低板上手 要有一板冲的时候才可以 是的 而且文家这几个 刚才那几板正手反拉 拉得都很 对 命中率很高 而且实际上也很高 他就能努力 用曲友的加油 文家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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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比3 文家发球 看看文家的这勾手发球 长的 哦 我觉得这个弱点给得很好 对 而且我们看 朱宇玲 其实这个运动员打球 他的线路意识 包括他 他不会有线路意识 他有的时候好像 他撕一板短的 对 慢撕一板短的 让你直接就感觉 你整个人从中台就变空了 不单单他有左右 他有长短 对 所以你感觉 你看 刚才那个 相识球迷拿下来 这时候文家也有点着急了 对 确实是着急了 这个时候 侧身勉强反拉 还是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难度 对 对 其实毕竟是4比3落后 就是自己的一个发球轮 对 还是稍微的有一些急到 现在 5比3 注意点发球 勾手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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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打体相识 你看 现在两个人的局面就是五五开了 是的 其实文家打球也非常顺 正反手 打球的急球点 包括那些拉球的撕 正手的拉 给人看起来真的很顺 对 非常的合理 这球算到了 对 还是弧线没顶起来 测开了 测开了 但是完全的手没有拔开 旋转上 可能判断还是稍微有一些 对 因为球发的很急很快 这个时候 对 这个时候稍微文家有一点 他总觉得 朱宇玲撕的那个时候 他的节奏好像老觉得 卡住 因为小朱这个球 反手撕的真的是很转 对 线路有点深 对 这球做得真好 这球打得真确实 很多运动员可能光看到朱宇玲 反手的撕 人家 家头 家头 可能看到没有那么凶 但是根本 如果你没有在现场 或者没有接触过他 你会想象不到 他反手撕的有多转 对 就像男子运动员 像马龙包括季科 他们反手撕 我们看起来 力量不是特别大 非常的快 但是其实那个球 都是非常转的 对 又转又栽 落到你球台上 如果你反手撕的力量 没有他大的话 很容易持旋转 对 好球 但是这个时候他拧的 线路就比较长了 如果开局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个 或者两个球 可能局面会更好一些 对 你像这种顶级运动员 他们的前臂力量 都是非常大的 对 前臂手腕 对 这个球有点随便了 他也是觉得很有信心 对 站起来挑了他们的这球 嗯 打完第一个 第二个明显 感觉有点软了 对 其实文家还是发了一个 稍微有点偏侧上的 对 他这球有点 人家发了有点中性的 中性偏侧上 那这球旋转比较模糊 对 有点软 这个球 对于注意力量来说 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个发球 如果输 输了之后 这球教练可能会叫暂停了 嗯 漂亮 这球算得比较转 对 这个球一出来以后 就明显不一样了 这样果然余哥鹏 余之导是请求的暂停 注意力量在9比4领先的时候 连输是封 加油 余之导可能也考虑到 因为后面三个球 小猪 对 小猪就是9比5 那一球是跳坏了 对 有点太自信了 跳得出手的时候 对 其实这局文家打的还是比较下方的啊 嗯 从一直咬到9比5 那两个 发球直接得分 对 缓过来的 这个球 其实9比7的这个球 文家感觉 没哪有什么包袱了 嗯 对 现在也是 也是 对 对 最后放走一波 文家 加油 文家 加油 文家 声音其实可以更大一点 文家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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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比8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暂停过后 朱宇玲发球 9比8 看看朱宇玲这个球 应该是发个测选啊 出台 这球真是发了一个有点转的 对 这个球其实确实是出台了 对 因为一出台了 文家也不大好摆 这个球 其实文家上去就应该 首先他的第一意识就是 对 先钉 先钉拌出台 然后他第二意识再去想 应该怎么处理 对 而且这个时候更容易出台 因为现在是冬天 手有点凉 就天气有点凉了 对 暂停一分钟过后 手肯定凉 一凉的话就有点 肯定会出点冒了 好 好球 拉稳 好球 拉稳 拉稳 一定要拉住 漂亮 文家发的这个时候 发的很好 他这个时候没有出台 朱宇玲也是 接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时候慢镜头 他先拉手 他也是想等搬出台 结果文家这时候 发的比较严密 对 而且他慢摆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摆掌的这下时机 对 已经控不住了 就摆帽了 对 看看 9比10 文家的这个发球 还是 漂亮 好球 文家加油 文家加油 这球打的还是真的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在这也是捏了打上 小猪这个时候还是软的 软了 确实软了 还是有点偏软的 第一板的时候就该反拉了 嗯 10比10 这样第4局又进入了一个比分胶着的状态 好球 哦 这球文家没有盯住啊 是不是 他这个球 文家拉到助理灵这个正手是好的球 但是他转完助理灵正手的时候 他还是下一板先接有一些慢 对 慌了 而且感觉自己有点慌 没有盯住这个球 他感觉这板球可能应该转来应该主动了 但是没想到助理灵这板球跟得很快 对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注意灵把台真的把得很好 对 看看文家的勾手发球 千万别出台 对 漂亮 这个时候哪怕发的旋软不那么强 也要首先保证不出台 对于观众朋友们来看 像就是我们平常打球的 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还是这种就是职业的国家队的 打到10平以后 其实正手位这种反拉 真的不是很好拉 对 特别是拉的比较掉的 比较栽的 对 因为现在你如果拿正手的狂飙拉过来 那球肯定会很掉很栽 这个球还是应该拉起来 对 他现在这个球如果不拉的话 注意灵觉得发球没什么威胁 拼命把旋软加强 然后其实他这个 这个弱点他又不是很注意 对 我们从半九头 刚才也可以看出 注意灵反手 这两个板把材 撕的基本上都是前点 控制节奏 漂亮 向远别着急 对 踩住 对 漂亮 好球 哇 哇 好球 这个球打得太出色了 对 所以这人都打得真的是 两人都很大 加油 双方运动员这个球打得真的是已经 对 打到最 已经都打到必要状态都起来了 对 这个球其实你可以通过 有好几个攻防转化 这个球对 这个球很长士气 是的 所以温家这个球一定要处理好 对 就是唯一的不好处就是温家赢完这个球之后是一个6分 6的一个背数 可以去擦汉缓一缓 接发球 还是出台了其实这球 其实这球 主持人这球也很坚定 对对对 这球打得真的是超一流的 这几个球我们看 反手一直顶在前面 方方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几轮的攻防转化 对 而且有的时候都形成对攻 如果我撕的转你拉的也转 对 但是主持人你看这个球真的很坚定 连续两板的撕斜线 而且都是前点 对对 手腕力量和前臂力量控制得真的很好 速度很快 对 如果你手腕和前臂力量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是把不住这个球的 啊 一板 白短 其实温家还是 对